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potline和CBS Sports在最新的预测中公才表示,他们并不看好安东尼,果见在没有安东尼的情况下,夺贯的概率预计在4.8%左右,得到了安东尼之后反而下降到了3.9%,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,摆明了大家都不看好詹姆斯的香蕉传兄弟前瓜哥,休赛期的岁月依然在慢慢流淌中,仅仅6个小时, 我给大家带来了两大官宣语三消息源,分别是关于火箭队的一千亿台,为了说出自己的心声,这一次他终于想通了,库里坦那和詹姆斯在总决赛的冲突,快船老板提出要搬离洛杉矶的消息,下面我们先来,说,火箭队的一千亿台,笑库里被迫离开。 巴西杜兰特成功上位,詹姆斯哈登的火箭队官方今天宣布,球队已经正式裁掉了后卫2.J.亨特,亨特是2015年的28号秀,之前和火箭,签下了一份双向合同。 亨特在发展联盟的表现,让大家给了他一个小库里的称号,我们祝福亨特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。 随后火箭队和布鲁诺卡伯克洛达成了协议,他是一名巴西球员,猛龙2014年首轮,20顺位,95年出生,身高2.06米,身体不够强,壮,但手臂长,有一定的防守潜力。 是个侧翼小前锋,上赛级效力国王队,场景2.6分,没有进入龙幻,我认为莫雷是想要挖掘他的潜力,看来安德森是交易不出去了,和詹姆斯一样。 在2003年NBA选秀上,韦德与首轮第五选位被麦阿姨热货队选中,自此开启了韦德长达13年伟大而又悲情的热货生涯。 2006年,韦德夺得NBA生涯第一座NBA总冠军奖杯,并且得到了总决赛MVP,2011-2014赛季这四年,韦德与詹姆斯,波士联手帮助热货,四次进入NBA总决赛,并且两次夺得NBA总冠军。 是的,韦德也在今天和于佳的对话中谈到,了为什么加入骑士,韦德是这样说道, 因为骑士是有夺冠的可能的,我不是因为詹姆斯而加入骑士,我是看中了他们的希望,不去有事是因为我是想去竞争总冠军,而不是去白拿一个总冠军。 韦德是一个有自己明确态度的球星,这才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。 他也谈到了球队是冷血的,韦德说道,我根本不相信其欲力有什么忠诚。 是的,我们都知道莱莉对韦德有多么冷血。 当热火对魂韦德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我们就明白韦德终于想通了,热火并不是你唯一的选择。 兄弟,从我的角度来看,我是一定祝福韦德的,因为我不想一个对红级的人物,却得不到他应有的待遇。 加油韦德,祝福你。 詹,穆斯的好兄弟。 洛杉矶快船地老板鲍尔默,在接受计决多么的采访时后表示,快船在未来会搬入一个全新的球馆。 他认为球队将会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人因格尔武的事,但是他仍热爱洛杉矶。 我觉得不错,快船在洛杉矶一直被忽然霸占着应该有的地位,是时候换一个方向了。 而库里谈到和詹姆斯在总决赛第一的矛盾,库里和詹姆斯的性格都很不错,我们一起看看库里怎么说。 库里认为,我们绝对是相互尊重的,因为你可以在夏天看到球员们在一起训练,看到他们一起打球。 不过当你走向球场的时候,那时候的环境就完全不同了。 场下尊重,场上竞争,这才是一个超级巨星的态度。 相信詹姆斯心里也是这样想的,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好看的比赛。 加油吧,库里,努力,詹姆斯,自己直追吧。